好 除了觀眾取代理 來關心備戰二零二四總統大選 現在進入倒數第四十五天的時間 今天下午由勞團來舉辦公辦勞工的政見 發表會 三方的候選人主帥 都會來到這個現場 來跟勞工進行對話 在稍早的時間 也就下午三點半左右 由民進黨的總統候選人賴清德 率先抵達會場 來跟勞工進行這個對話 但來聽他稍早的自以心回應 我來自勞工家庭 對勞工的辛苦最清楚 我率領了政黨 民進黨從創黨至初 數十年來 也都跟勞工朋友站在一起 不管是推動台灣的民主運動 或者是守護勞工朋友的權益 我們的目標 就是要打造尊嚴勞動 友善職場 一方面關心勞工朋友的健康安全 增進勞工的福祉 改善勞工的勞動條件 我進入了國會 我也進入了衛生環境 勞工福利委員會 那麼在2000年的時候 也剛好政黨輪替 所以我以召集委員的身份 推動勞保條例的修正 把第十二條跟五十八條 給他做一個修正 我們大家都很清楚 第十二條就是你如果年資中斷六年以上 以前的年資就不得記入 我們可以聽到賴清德表示 自己就出生於勞工的家庭 他表示先前在立法院也推動了相關的法案 就在賴清德這個演講過後 接續這個國民黨的總統候選人賴 侯友宜也會抵達會場 最後則是民眾黨的總統候選人柯文哲 不過今天現場也來了四百位的勞工代表 依序也會針對三位候選人 針對勞工政界的部分 來做一個投票跟評比 實際上就在選戰倒數的最後階段 當然這場勞團的這個政見發表會 也將會成為接下來的政見發表會的前哨戰 以上是在現場最新